接下来的状况呢 则是偷车贼惹的祸 这个贼趁着排班计程车司机下车上洗手间 短短时间就把车给开走 而且倒车逃逸的过程当中 他先撞倒一对母子 又波及到五辆空的机车 后来呢 开到路口的地方 又倒车撞倒一名机车骑士 人家连人带车倒地还被拖行 过程也全部都被拍了下来 真的非常危险 好 在十分钟之后 他就被逮捕 路口机车纷纷闪避 因为有辆小黄推倒机车 不断后退 吓得骑士用手掌撑地 以为差点没命时 还好继承车终于往前行 赶紧爬起身来 而撞人的其实是个偷车贼 眼睛睁开的爱车被偷开走的阿伯 气得敲打引擎盖 他才是正牌的车主 下车上厕所时 爱车竟然被偷开走 一路倒退先撞倒一对母子 来到路口时 再连人带车撞倒机车 借着前进挡一打 方向盘一转 想逃逸消失车阵中 只不过犯案才短短十分钟 立即遭捕 一切刑犯逮捕 你有权利保持强落 警方到场后 将审嫌逮捕 依毁损 窃盗公共危险罪 移送机用递检 并申请积押获准 枯主是基隆火车站的排班 计程车司机 谈吐方便 引擎没熄火 就下车上厕所 却让偷车贼有机可乘 还仿佛玩命关头的 唐老大上升 一路倒车脱逃 却和三个人倒地 搏击五步停妥机车 过程显向还生 到底为何要如此冒险犯案 随着落网 警方要抽丝剥茧 查个清楚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导